大人小孩戴遮阳帽 还有人戴墨镜撑伞 能够遮阳的东西统统都出来了 天气像夏天一样热乎乎 中央气象局收个高温 成灯就给了台南高雄 不过原本预计周六报道的封面提早来了 而从今天一直到周日 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的影响之下 台湾附近的环境会稍微的水气增多 转步稳定一些些 主要是东半部地区 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西半部地区主要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受到热力作用的加乘之下 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的午后雷震雨 明明就是梅雨季 但雨却下不来 气象局指出过往梅雨季时 负高压位置比现在较偏南 封面才有空间南下 但今年却是异常偏北 梅雨封面从中国移出后 只能往北移动 所以封面降雨很难下到台湾上空 像这波封面只会在北部盘踞 只有北部东半部有零星降雨 另外接下来天气都会晴朗稳定 下周一开始封面会逐渐的北台 因此台湾附近会转成 西南风比较逐渐增强的情况 特地的气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的白天高温 与这周相比稍微再增加了一两度左右 可以来到33到35度以上 雨下不来 台湾天气感觉就像夏天 梅雨季不防大雨 反而要做好防晒避免中暑